7月18日,京都市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的第一工作室发生火灾 对于混迹于二次元的人来说,这场大火带来的心痛远远超过普通人 被动画迷们亲切地称为金阿尼的京都动画 创作了太多筷制人口的作品,堪称动画界的巴黎圣母院 如果你不是动画迷,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京都动画 但动画片《蜡笔小新》你一定看过 自1992年起开播的《蜡笔小新》,京都动画一直参与制作至今 2003年,京都动画开始独立制作动画 用细腻的画风和精良的制作,拯救了不断下滑的日本动画质量 到2006年,梁公春日的忧郁的横空出世 更是直接把京都动画送上了神坛 2008年推出的《青鹰少女》正式开启了二次元《费萌》这一属性 众二病也要谈恋爱、梁公春日的忧郁等等 也是京都动画的代表作,把萌系文化推向了全世界 京阿民用温柔的画风和剧情,治愈了动漫迷的内心 这样一家给过观众那么多快乐与温暖的公司,却遭遇了灭顶之灾 这一国这个世界的京都动画公司,能够顺利渡过这场难关